在6月是我Alex Mahango中文也叫马伦哥 你知道是哪儿吗 然后就跑了这么多地方了 我来告诉你 在意大利的西部离法国不远 靠近亚历山德里亚边上的一个小村子 别看这个村子想 在220年前的6月14号 法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拿破仑就在这里 率领23000士兵 痛击了奥地利帝国的4万多军队 一手胜多 取得了拿破仑这一生最骄傲的一场胜利 当晚随军厨师在意大利就地取菜 用大量的西红柿断了鸡肉 品尝之后 拿破仑高兴的为这道菜命名为马伦哥炖鸡 法餐里就多了这么一道名菜 这菜虽然由拿破仑命名 但毕竟诞生于战场 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用料也很普遍 新鲜番茄用开水烫个20秒 轻松去皮后切成大丁 我还用了一些意大利进口的整番茄罐头 不妨买的地方可以直接放点番茄酱 之后切一些洋葱丝和蒜片 再来一些适量的蘑菇 切成饺料作为配菜 热锅加淡烂油 把整机拆下来 用盐壶已经腌过15分钟的鸡肉 鸡皮向下放入锅里 煎至两三分钟后翻面 把两面都煎上这样漂亮的金黄色 煎好后把鸡块暂时取出来 锅里放入洋葱丝和蒜片炒香 烹入大概100毫升的甘白葡萄酒 等甘白葡萄酒慢慢挥发收干时 加入切好的两种西红柿丁 再把鸡肉放回锅里 加入食材四分之三的鸡汤 盖上锅盖 大伙儿炖10到12分钟 炖至过程中别忘了给鸡肉也翻翻身 接下来挤开法国面包 切片用橄榄油烘烤一下 切小的蘑菇也用橄榄油煸炒一下 别问为什么总是橄榄油 你想啊 仗是在意大利打的 意大利也是盛产橄榄油的国家 仗打到哪儿就只能就地去菜来做饭了 十几分钟鸡肉炖好了 把汤汁开大火收浓 最后加盐胡椒粉挑口 这就是当年拿破仑制造的布雷马亢古 但这毕竟是战场上的菜式 所以比较简单 现在在法国这道菜已经改变了很多 尤其是主料鸡肉已经换成了小牛肉 和鸡肉相比 小牛肉更美味 更上档次 也更受法国人的偏爱 但不管是哪种食材 法轮哥加番茄炖煮 带来的酸甜口感 都是大家难以拒绝的 这么简单 与拿破仑同款的美食 你不想吃什么 不那必定